各位晚安,我們現在繼續會議 現在請謝世雲議員發言 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 司長,以下有幾個問題想和司長探討一下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現金派發和電子消費卡的問題 新冠疫情從2019年爆發至今已經是三年 各行各業都受到一些衝擊 市民的生活很慘淡,失業率很驚人 幾個月之前我記得失業率是4.2% 這個數字已經算是很高 短短幾個月直到現在已經是11月 最新的數字已經飄升到5% 在未來會不會繼續上升呢 相信其實市民都是很擔心的 為了緩解經濟不景及市民的壓力 特區政府現時通過了發放電子消費卡的方式 刺激小民消費的本意是好的 因為能夠一箭雙雕 刺激消費 拉動內稅 又能夠滿足市民的日常消費 但是這個試圖通過發放電子卡消費 刺激內稅 緩解市民生活壓力的方式 是存在一定的缺陷的 例如有商家不接受電子消費 或者是有關電子消費卡 現在購款機器失靈的時候 又或者是市民需要消費卡的目的點 不是這個購買日常生活 或者是用餐那方面等等 而是想拿救急錢去交醫療手續費 交租、公樓、還貸款 交醫療的保險費等等 講白些 市民就好像沒有真正得到電子卡的消費卡一樣 在這方面是完全起不了作用的 所以為了更全面 幫助市民大眾切實去緩解這個生活的壓力 本人想請市長會否考慮 在發放電子消費卡 增加商業的機會 增加內需的同事 去增加派發現金分享的次數 去滿足基層市民實際的生活需求 第二個問題 我是想講回早前行政長官答問大會的 有關澳門本土青年人才的培養就業問題 自身官疫情百分之今 2022年第二個季度 本地居民失業率是高期 16至34歲的青年人 失業率甚至高達11.7% 特區政府在緩解市民生活壓力 除了發放現金分享、電子消費卡之外 還需要繼續擴大這個職業的轉介 儘管勞工事務局現時都很積極 舉辦職業的對折活動 但是現時 澳門本地有很多有學歷 有志向的青少年 缺少了一個私獻財貫的舞台 本人之前在口頭失詢大會上面 以及議程前發言 都有提過很多次的 特區政府是要找緊解決青年人就業問題 請問市長 在幫助青年人就業方面 特區政府多次舉辦實習計劃 而有關實習計劃的實習結束期 之後 這班實習的青年人去向會是怎樣的呢 所以請問市長 過去有關實習期結束後 有關對接成功率的百分比又是多少呢 而在未來會不會有更多創新計劃 去加強青少年就業的機會呢 第三個問題 市長 疫情至今已經有三年了 澳門呢 經濟尤其是中小微企 受到嚴重的衝擊 不少的年輕人呢 就嘗試創業的尋找出籠 那創業尋找出籠 不理他們是做甚麼行業 首當其衝的就是需要申請這個牌照的 但是根據創業者的反應呢 現時申請牌照的程序就繁瑣的 手續複雜 審批時間長 表示多次親自前往追問相關部門的時候呢 都沒有辦法得到明確的資訊回覆的 搞到審批的遲遲呢 都是沒有結果的 那所以呢 本人也都經常收到市民的求助 希望能夠幫他們去協助解決申請牌照的問題 那而另外呢 也都想向市長了解一下的 政府除了博彩牌照 批給是有數目限制的之外呢 那其實還有沒有其他牌照是會有限制發出的呢 那而有關限制牌照發牌的原因又是甚麼呢 那如果是有的呢 有的我請市長講解一下的 給我們市民都知道一下 無謂浪費市民的時間和金錢去辦理相關手續的牌照的申請的 那也都無謂在申請了一段很長的時間裏面 之後又說不批 那麽就相關的問題呢 都請市長 都請問市長 日後會不會制定一些辦理牌照的手續的流程的機制 和一些明確的規定辦理牌照發出的日期 此外呢 就基於對年輕人創業的支持呢 和對電子政務工作的支持 和關注 市長也會如何去推動牌照申請那個電子化 如何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 積極響應 推動電子政務的工作呢 那麽第四個問題呢 現時消費會呢 就幫助市民解決消費糾紛的效果 不是那麽理想的 那麽所以呢 請問市長 未來將如何去擴大消費會 作為市場監督第三者的中立角色 更好發揮其工作的功能和職責的 那麽同時呢 請問市長 特區政府一直呢 是積極鼓勵澳門人前往橫琴生活工作 但是早前 在早前那幾年呢 就已經出現了澳門人在橫琴 或者在內地買賣樓宇 遭遇到問題的那個情況 因此呢 請問市長在未來有什麽計劃 聯合內地相關的部門 突破現有的法律和現實的障礙 協助解決澳門人在內地買樓所遭遇的問題 因爲只有解決這個問題呢 令到澳門市民感到無後顧之憂 才能夠真正是讓我們澳門人 放心前往橫琴生活的 那麽第五個問題呢 市長 就有關這個娛樂 長、行運、博彩經營法律的制度 那個法案進入了小組會 進行這個審議已經有一段的時間 儘管如此呢 澳門國界社會人士呢 都是對博彩法呢 就議論紛紛的 那麽雖然剛才呢 都聽到市長在引界裏面呢 都講述會優化產業那個結構的 那麽從制度層呢 就從制度的層面 就確保呢 博彩業呢 有健康和有序的發展 那麽相信所述的 都是一些未來宏觀的方向的 那麽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呢 在這裏了解一下 博彩法在明年生效 那麽迫在微節 有關的準備的工作進度的如何 那麽希望司長呢 能否透露和介紹一下 政府現階段呢 有沒有一些實質的項目 已經在這裏進行中的 那麽如果是有的話呢 有關的展開的工作 去到什麽情況 那麽希望司長能夠透露 給我們澳門 各位的市民知道 希望能夠值此增加我們澳門 整體對博彩業的信心 就上述的問題呢 希望司長能回應一下 多謝 多謝主席 尊敬的司長 各位政府官員 我同意司長引誡裏面說呢 2022年是一個破難前行的一年來的 因爲校庫難為無米吹 澳門作爲一個外向型經濟體呢 澳門現在面對的是全球經濟放管 這個問題呢 是很嚴重的 但是我同司長一樣有信心呢 覺得在國家的大力支持底下呢 澳門一定會迎來經濟復甦之期 那麽今天呢 想和司長探討一下呢 早前在行政長官答問裏面呢 我就和他關注青年的就業 和職業培訓這兩方面 希望今天呢 在這裏延續回這個話題 那首先呢 看到過去呢 司長和你的團隊呢 都在這個職業配對裏面呢 都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尤其是勞工局的同事 和我們工聯的同事呢 都付出很多努力 配對的成功例子呢 都很多 那今天中午呢 都見到澳門日報的即時新聞呢 都彈了出來 從2020年起 三年累計 成功配對的人數呢 是有接近一萬三千人 那這個數字呢 是很亮麗的 那剛才有些同事都說了 配對之後的延續工作是怎樣呢 這裏我就不再重複了 我想問司長呢 就說呢 我們這些同事呢 其實呢 在職業配對之後呢 其實他們面向的工作環境呢 有哪些方面是可以提供給我們的呢 另外呢 就是青年人呢 除了他們的職業配對之外呢 施政方針裏面呢 施政都提出了呢 黃琴澳門 居民招聘專區的微信小程序的 那這個程序呢 其實呢 是主要呢 是收集居民呢 他們的職業 缺位啦 即是職業的一些情況啦 另外呢 是提供一些條件呢 令他們在深入區裏面呢 有一些提升就業競爭力的 那這方面來講呢 請問司長呢 有沒有掌握到呢 我們的居民 尤其是青年人呢 他們分別在 內地啦 灣區和深入區 他們工作的情況是怎樣呢 那有沒有這些數字 那有沒有這些數字 另外呢 在將來的深入區裏面呢 有一些創新的產業呢 可以提供多少個崗位呢 是給年青人呢 那另外呢 早前都講了啦 我們的年青人呢 現在相對來說 去灣區和深入區的意欲是比較低的 但是我們呢 早前去過一些灣區城市呢 都見到呢 當地的政府呢 其實他們鼓勵澳門青年人呢 是去到當地創業和就業的 有一系列的一些 譬如一些生活補貼啊 一些稅項減免的措施 那請問司長呢 除了在本地就業配對之外呢 我們有沒有什麼措施和鼓勵政策呢 是令到更多年青人呢 是可能去到灣區和深入區工作 那另外呢 早前呢 有一些政府都和青年社團呢 合作呢 舉辦了一些青年就業博覽會 那為青年和招聘企業呢 搭建一個就業的平台 那我見那個數字上面呢 都幾好的 有七十幾個公種呢 有一千幾個空缺 是被青年人認聘 那我想問一下呢 後續有沒有知道呢 他們成功認聘的人數是多少呢 這方面 那除了這個青年就業方面之外呢 都想和司長講講一個呢 就是建閘實閘 因為剛剛見到的新聞裏面呢 都說了 在11月7號呢 澳門青年到杭州阿里巴巴實習 建閘計劃呢 正式啟動 那這個是新鮮熱辣的 有二十四名青年呢 去到杭州呢 是進行為期八周的 在江建閘實習計劃 那這個計劃呢 當然呢 去年司長都講過了 我們近的可能會去隔離 遠的可能會去深圳 或者是杭州 那這個計劃裏面呢 我見到呢 都不錯 因為它可以了解到呢 一個新型經濟發展 和培養數字化轉型人才 那在八周裏面呢 我看回那個細節呢 其實它是一 它是二加五加一的 即是說 頭兩周呢 它是了解當地的文化 了解阿里巴巴的一個企業的文化 跟著呢 那五周呢 就是在江培訓 在江建集 最後一周呢 是一個總結 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中間那五周裏面呢 如果按他們的總裁的說法呢 就說呢 本澳的青年呢 是可以學習到互聯網的思維 帶回澳門 將來在應用於業務數據上面有幫助 那我想問一下 五周實習完之後呢 他們有沒有一些跟進的計劃 將來他們 政府評估他們在澳門 在數字經濟上面呢 有沒有一些能夠協助澳門提升的方面呢 好啦 第二個問題呢 就主要是關於一個黑工非法工作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問題呢 今天跟司長探討呢 或者之後都會跟保安司司長探討 但是今天跟司長探討呢 主要是從一個政策層面方面 因為隨著疫情的到來呢 其實呢 黑工過職工作呢 亦產生到不同的社會問題 因為呢 對於防疫上面呢 是產生很多漏洞 而且呢 有一些不法的犯罪集團呢 他們會利用疫情呢 令到一些不能夠續約 但滯留澳門的人士呢 非法僱用他們進行一些犯罪的活動 那早前呢 警方呢 都透露了這方面 那所以呢 覺得政府呢 必須要在政策層面上面呢 加強措施 一些阻嚇和打擊的工作 那我們今天都說了 司長呢 上方設法呢 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協助呢 是失業者呢 是配對 那但是與此同時呢 必須要組合權 更加要是加強非法打 打擊非法工作 這樣呢 才可以保障本地僱員的就業 如果不是的話呢 一方面呢 創始工作 一方面如果給一些 黑工各界的人呢 是佔了本地人的工作崗位的話呢 那就達不到效果了 那另外呢 早前呢 當局提供呢 已經在開展修改 聘用外地僱員法 這個相關規定的 希望呢 是提供裏面的一些 佛金的 金額的上限 和增賜一個叫做 類返的規定 我想請問一下司長 現在收法的進度如何呢 有沒有時間表呢 是可以能夠提出 什麼時候收法可以 進一步呢 那另外呢 有沒有打算 取消一些呢 作為規的僱主呢 他們的外僱額呢 是加以處罰呢 這方面呢 最後剩下的時間呢 想和司長探討一下的問題 在司政報告裏面呢 司長都提出了 要振興澳門經濟呢 我們必須要是旅遊家 旅遊家跨界融合 那裏面提到 旅遊家美食 旅遊家大健康 旅遊家科技 和旅遊家城市 那其實早前呢 和一些婚禮攝影的人士呢 都談過 因為呢 他們現在都受到疫情的影響 生意大減 很多都會失業 那他們都說呢 其實澳門作為一個 有四百多年 遊舊歷史的文化城市 中西文化交融呢 而且澳門有個世為景區 其實澳門到處都是風景 到處都是良麗的景點 我們看回這幾年呢 在疫情前呢 其實有幾個熱門的分攝地點呢 包括台灣啦 香港啦 內地就有四川啦 雲南啦 三亞等地方 其實都是成為一個熱門的分攝地點的 我們在旅遊 現在在疫情期間呢 政府有沒有想過呢 用一些政策去支援這個行業 令到呢 吸引多些人來澳門拍攝一些婚禮 婚禮照片 因為呢 拍攝婚禮照片呢 它一定不是即日往返的 是符合做我們呢 停留多時間的 而且呢 它會刺激我們各方面的餐飲啊 住宿啊 各方面 如果我們能夠吸引到它的話呢 甚至乎呢 它會在這裏呢 是擺酒的 那這方面來講呢 旅遊加分攝呢 這個呢 希望司長呢 都可以考慮一下 可以幫助他們呢 能夠創造更多經濟條件 請政府回答 請政府回答 多謝主席 多謝五位議員的意見 包括林耳濤議員 施家倫議員 陳奕立議員 鄭世鴻議員 和林論委議員 等會呢 我想抽少時間呢 都回應一下呢 由金融局回應一下 一些 剛才幾位議員提到的金融問題 那如果條件具備呢 勞工局呢 都回應一下 剛才可能我們未回答的問題 林耳濤議員提到 有關四月份的招聘 那時的數是大了的 我記得我們和工聯一起幾個會呢 在那個做一個集體招聘 那當時呢 其實博企就讓了一部分的職位出來的 那這一個呢 就當時的情況呢 大家知道618事件再發生之後呢 那我想整個就業市場 是進一步崩緊的 那所以呢 就在這方面呢 我們就從9月1號開始呢 基本上呢 就是正如剛才和大家報告呢 每個禮拜我們做三場 我們希望呢 在這個過程裏面提升效率 那的確效果是出了來的 至於剛才有關那個 包括李靖議員和林耳濤議員都提到 有關積蓄全程的問題呢 其實在二年呢 我們今年呢 實習的崗位1780個 申請983人 錄取414人 那實際參與實習呢 只有342人 我是同意呢 就是有部分的 如果崗位都可以的話呢 因為現時我們是移到2019年的 畢業都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呢 我將它拉回前一點點 那樣多些有條件都可以參與 這個我覺得是認同的 那另外呢 就林耳濤議員提到有關 那關於投資的配置的問題呢 我想應該就沒有條件 林耳濤也救了賣金管局 他怎樣去配置資產呢 我想這個就 這個我相信這個 其實之前我們已經說過了 其實今年呢 遇到的情況 債和股的波動的情況呢 是很特殊的 那其實我們已經在年頭 是將七成的投資呢 轉為那個 那個存款 和低風險的債券的 那另外呢 也都做了一個對沖 那等一會呢 或者是金管局主席 都可以再跟大家 講講我們的安排 那這方面呢 我們都是採取一個 比較謹慎的措施呢 來做有關的投資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施家聯議員提到 一個私募基金 引渡基金 是認同你的看法的 那但是大家知道 2019年呢 當時我們都 當時建議做一個 類主權基金 那後來呢 都在一個爭議的過程裡面 就各自了下來 其實真的可以 要再想一想 因為的確 你用監管局 監管局的角度 作為一個監管者去做 投資的話呢 顯然是一個 不適合的做法 那他們只能夠找一些 專業的機構 去幫他們安排 或者投資 那當然呢 類主權機構的設立之外呢 關鍵由誰去管 因為作為政府來說 應該是適合做LP 不適合做GP 那這方面 我們都 現時我們都在想著 用一些 那個不同的方式 來到 因為我們現在是成立了一個 一個 一個幫我們做投資的 一個 一個沒有基金的方式 就是應該 等一下主席或者都介紹一下 那招商引資的情況呢 就 今年我們是給 貿促局的要求 明年不能夠低於今年的標準 在招商引資項目方面 那他們都盡最大的努力 去做有關的工作 陳奕立議員提到的情況 我相信大概 去年我也都有回應過 我想關鍵的問題就是有關的 雖然 這裏可能涉及 寫文範疾 但我也很願意回答的 那關鍵的問題呢 如果跟數據顯示 就是2017年2月至2021年3月 相關的補費是 7461萬澳門元的 但是有關的總理賠 是達到6676萬澳門元的 因為本身的計算是太小 而且始終有關的 醫療服務提供者 職業民事責任強制補 所以基本上是有一個追溯的機制 所以一旦有追溯的情況下 其實可能也出現過往的醫療事故 是在後續延後的情況下 是你陪的 至於你說是否有條件 轉來非強制 我想最大的問題 政府的初衷是希望 當出現醫療事故的情況下 也都為患者及家屬提供的保障 與此同時都減輕有關醫療服務過程裏面 提供者所承擔的財政壓力 之前上年我記得也有回答過 其實市場上也有根據不同的崗位 提供一個保費上的調整 其實提供出來的都有價差 我建議如果陳理立議員不介意 我們都很願意再召開有關的幾方會議 嘗試找一個大家可以操作的方式 但是大家知道 因為那個投保人的量是少 資金池是少的情況下 變成本就不同於輪浮 這個我希望你能夠理解 但是我們很願意從中提供協助的 那麼謝世宏議員提到有關現金分享 的現金分享還是那個消費卡 我想現金分享是另一個時候 消費卡是在講消費的問題 如果我看回今年其實都是以小額為主的 那麼大多數就是替代性消費 平均大約是75元至80元一單左右 都是一個代市民一些日常的開支 那麼這方面都大額有但是真的不多 但是你說如果它要用的話 現時很多地方都有機具的了 那麼如果我記得應該都有25000部機具 那麼如果用手機支付的話 其實很多場景都可以做到這個服務 那麼這方面呢我相信這三年呢 移動支付方式或者電子支付方式 都已經普及了 我相信大家在座各位可能用現金的機會都少了很多 那麼這方面呢 你說派多幾次行不行呢 那麼我相信這個我想大家知道呢 我們始終這個措施是一個 液下的特殊措施 它不可能變成一個行常的機制 我相信第一次2020年呢 我們講消費卡的時候 也都已經是作出有關的那個聲明 至於提到有關申請準照 我不知道申請甚麼準照 我估計應該應該是飲食牌的準照這類 那麼因為大家知道 整個飲食牌的準照裡面呢 它是基本上為公衛、還衛、消防、存包的 那麼它不會說拿了那個準照之後有人去煩你 那麼但是關鍵的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這裡也涉及到那個裝修的情況 那麼雖然經財犯臭都有一些準照 只要是廠牌 但是其實有部分的邏輯是一致的 那麼你只要說有沒有其他的準照的情況 或者等待你補充一下呢 那麼我們都會積極去配合的 那麼至於橫琴那些流盤的問題 我已經在這裏多次講過了 那麼這個始終有多問題 你都是要回歸法律 那麼涉及到有關的那個 現時一些競投的問題 我是不會透露的 林綠海議員呢 我是很認同 就是你對部分旅遊的那個見解 那麼我們會研究你的方法 至於黑工的情況 我們會加強跟保安士方面的合作 但是要做有關的那個打擊工作 那麼另外也都和你分享一下 其實上內地一些建習的那個經驗 其實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的 比如說隔力集團來說 最後它都是請了部分我們去建習的那個畢業生 那麼最後也都是 主要應該是室內空調方面的 那麼各位畢業生也都願意留下 他們也都是提供了一個 培訓的 即是 即是 崗位的條件給他們 那麼我想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對他們將來的發展 都是一個好事 還有我想講一講 我們的實習三個月呢 其實是有專人照顧他們 有專人去教他們 跟一般的所謂的入職實習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希望年輕人多些機會參與有關工作 主席我想請陳主席 回應一下剛才幾位議員所提提提提問之後 關於我們今年施政裡面的金融基建中心的問題 那麼這個金融基建數據中心的構建工作 我們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們這幾年 我們金管局跟業界一起做了很多不同的金融基建系統 那麼譬如現在我們所講的快出支付系統 或者我們即時支付結算系統 其實這些系統都是需要有一個比較上 穩妥的一些數據中心的安排 那麼根本是 究竟這個中心最主要就是 希望做到一個七成二十四 是相激活的數據中心 那麼因為我們是 如果只是一個單數據中心 就是如果出現了問題 我們就沒有備份的 即是那個服務可能會立刻會停止的 那麼所以我們是必須 就要有一個雙激活的數據中心 那麼而這個金融基建數據中心 就是會是特區政府的雲計算中心的構建的 那麼這個中心呢 我們預計是2023年呢 我們是會完成支援呢 就現時我們越來越多的金融基建的系統的 那麼維持一個穩定的一個操作 那麼另外一就 那麼另外一就 林宜濤議員提到 就是關於那個儲備投資方面 就其實是很認同的就是 我們要有一個科學決策的 那麼剛才施總也提到的就是 我們現在其實我們一些風險的投資 我們包括是長期的債券和股票 我們都是外拼專業的基金經理去操盤 那麼另外呢就我們也有 就是國際的投資顧問呢 是給我們意見 是怎樣我們配置我們的資產 將我們的風險呢是淡到最低的 那麼現時來說呢就我們 其實金管局呢就是這幾年呢 我們都很著意 是優化我們那個財政儲備的那個管理制度 就是從一個制度建設方面呢 我們希望就是做到的就是 有效地配置我們澳門的財政資源 那麼有三件事包括就是 我們更新這些投資的指引 是適應那個金融市場那個急的變化 那麼另外呢第二樣就是我們建立 應對敵端市場波動之下的 聚衝機制 那麼剛才施總也提到就是說 在今年那個市場敵端波動的情況之下 據衝機制是令到我們的損失是減少的 那麼第三就是我們是 升級現有的財務的軟件系統 是提升的就是投資數據處理的效率 和滿足就是審計和合規的要求 那麼另外就也都是有提到就是說 關於我們 行業行議員提到就是 關於我們那個聚意用那個發展方向那裏 那麼聚意用呢其實就是 金管局是協調金融機構的 是在2021年首季推出的 那麼現在看回那個狀況其實 聚意用的商戶其實已經覆蓋了 現時九成的我們澳門的商戶 遍佈是全澳各區的 以及是各行各業的 是包括一些連鎖的零售 和餐飲的商店 以及各類型的中小微企的商戶 那麼近期也都有大型的連鎖的 參引集團和零售的百貨公司 都是上線的 那麼各街市攤販也已經是升級了聚意用 那麼公交方面現在建造的士已經全線是升級 而黑的也都是大多數已經完成了升級 那麼輕軌已經是可以購買車票的時候 是受理聚意用 那麼我們是為了進一步 推動這個聚意用和移動支付的普及 其實金管局一直都要求金融機構 是做好商戶的講解和相關的配購工作 也都推動金融機構是優化他們的支付 對象的報表和結算的服務 是提升商戶使用的便利性 是增加商戶是用聚意用的意欲的 對象的開放動贏的特點是為了 為了移動支付的市場 也都是移動性的競爭 那麼受惠於競爭的環境 其實商戶現在的服務費都是下調了的 那麼如果看是做意用推出了之後 受理本地移為馬支付工具的手續費率 是平均下調了兩成 是0.2%的百分點的 那麼未來金管局是會持續和金融機構是研究 是確保金融機構支付系統的安全 和服務穩定的前提之下 是將做意用的支付的體驗 是創展到公交和民生場景的 那麽另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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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何潔晶議員 那麽何潔晶議員 提到就是關於 保險方面 就是跨境方面 那麽客戶 是來澳門的 就是醫療保險的問題 那麽是 那麽其實那個服務方面 就是那個保險服務 是需要一個比較上 比較嚴謹的監管 才可以令到就是 那些客戶是會用澳門的那個 那個醫療服務的 那麽所以在那個保險那個監管方面 那麽其實是不斷地優化這個 這個監管的措施 既要強化對客戶的權益保障 也都要符合國際監管的標準的 那麽強化客戶的保障方面 就隨著特區政府在2020年 是攀佈了經修訂的保險業務法律制度之後 金管局也都是因應人壽保險業務的 強勁增長 是強化對銷售人壽保險產品的監管 那麽也都我們出了一些 即是人壽保險的產品的管治指引 人壽保險的轉報指引 和受險保單的眼淨其權利的指引 是公佈了和實施了的 那麽在中介人的監管方面 是金管局也都是攀佈了 保險中介業務的操守的公告 現在正是修訂等 從事保險中介業務的法律制度 是強化對保險中介活動的監管 那麽這個法規就已經是擺在今年 特區政府那個施政那個立法的項目裏面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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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施家律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 謝謝施長對於產業引渡基金的認同 我想說關於2019年提出的大基金 可能和產業基金有些不同 產業基金我覺得 我們現在有四大產業整體的定位 這個產業基金為何重要性呢 剛才我都講過內地的情況 其實我們是可以引一些基金 我們將產業基金 就是你剛才所講的LP 來指定它投資在我們澳門 或者投資在什麽行業裏面 其實在這個投資的過程當中 投資我們本地 令到我們整體的舖大了之後 我們都可以令到我們本地的就業 從這方面更加多去投入這個行業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之好的 好像我們這次要引客 我們旅遊局送酒店送機票一樣 我們有二點幾倍的這個成績 基金也都一樣 我們可能給他10億 LP給他 可能他投出來的是幾十億的這個量出來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非常之值得做的 另外剛才還有一個就是關於 我覺得我們政府應該要打造一支 熟悉產業政策市場 精於資本運作的這個政府投降的這個隊伍 其實他是可以更加 就是穩盡我們一些封口 把握著那些投資機會 引進一批重點的一些企業 實現我們一些產業集群的這種發展 市長這方面可以再詳細些再講一講 好嗎 多謝 請陳若立議員 請林宇韜議員 多謝主席 首先都想說回 剛才亞大局長說企業的升級計劃 如果你們是階梯角度 我明白你們的角度 但我希望是什麼呢 是多元支援 其實他申請了60萬貸款 不代表他不能去升級其他東西 我自己覺得其實是多元好些 還有那個模式的銀行擔保 那個4厘的補貼上限 同樣的 他還了錢其實是不能再借給他 因為現在是水深火熱 希望亞大局長也要回去再想想 另外就關於剛才甘冠局主席講的 我同意的 只不過就是希望將這些配置 這些策略早點跟公眾講 是事先跟公眾講 我覺得這個希望就做到 因為香港都會這樣做 另外其實剛才講的 就是中小企援助或者各方面 其實我想講這個問題 很希望就是說 其實司長 包括有一批的援助 因為遲了交幾天的一個稅務的報表 其實就一筆一筆都沒有了 這裏之前說盡量幫的 但現在很多還未回覆 有些就回覆了 沒有 這裏是不是真的要想辦法呢 因為他純粹就遲一兩天 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另外講到旅遊家 旅遊家這裏其實我很希望 局長我很理解的 其實局長的權限有限 因為我之前就問了 體育局去拿一些數字 就是過去三年 澳門一些體育盛事的項目 原來政府過去三年 十七個大的體育盛事 用了九億三千萬 即這十七個體育盛事 用九億三千萬 政府出了七億六千五百萬 出資比率是18% 我們搞盛事沒有問題 但政府出了八十二點幾個巴仙 其實是否真的有成效呢 師長其實我是支持你 希望你可以能夠 譬如是體育盛事 其實現在最大的難處是甚麼呢 不是沒有人來的 我們有場館有性 但只要借身體育場地 體育局就說 我不會和商業合作的 便沒有地方了 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呢 不單止是思長的範疇 是其他範疇一切解決 那更加重要是甚麼呢 其實我們現在 思長裡面說的是市場化 為甚麼真的做到市場化 好像圍理解密 很多社區資助 能夠市場化 這才是最重要的 謝謝 請陳若立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思長的回覆 實際上我今次說的是 首先我 你的數字是準確很多的 八間保險公司有七千多萬的保額 但賠了六千六百幾 如果五年半來 即是說八間這樣 五年半平均每一年 真是八幾萬這樣分五年 真是這麼說下去 我真的不想再追問他們了 真是如果這樣就 問題我今日的重點就是 為甚麼醫院 我的資料就是到二零一年的九月 它是 頭保額是一千八百九十九萬 但是你賠給的四間醫院 是三千六百二十六萬 多了一倍 我最不理解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是買車保 或者買其他保險的 我保險公司 camp了之後 明年一定加我保費 為甚麼醫院賠多了一倍錢 保險公司都不會交他們保費 只要你收足醫院的正常的保費 我們本身私家醫生的價錢 它自然就會降下來 保險公司就怕虧本 所以重點就是這點 為甚麼高風險都提補 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希望 就是說 我們都是 多謝師長 會準備四方會議 能夠組織到的話 我們在私底下再 再會再溝通 我們只是鼓勵 保險公司 收回多些醫院的保費 另外 我後來的兩個問題 好像沒有回答我的 麻煩 請請 謝世宏議員 謝謝主席 師長 首先很多謝 你剛才剛才的回覆 其實我也是很明白 這個政府選擇的方向 或者我簡單的講解一下 剛才我的內容 其實我是覺得 你們可不可以彈性處理 或者有些市民是 很需要現金去解決 嚴尾之急 所以我希望師長 可不可以設立一些部門 讓他們彈性處理 向你們申請 去將這個消費體內的東西 變為現金 去解決嚴尾之急 在另一方面 現在的經濟這麼差 先不要說大企業 中小企業都如如如醉 能不能夠支撐下去 都成為一個問題 那青年人 需要靠自己去找 努力去審查工作 這是沒有口非的 但現在的經濟的情況 能不能夠給青年人的信心 不論是工作大企業 或者是小企業 都能夠長長久久做下去 現在 而不需要他們擔心 今天入職 明天要離職的心態 所以 為什麽我一直反反覆覆 提到要求政府 主動為青年人牽線搭橋 去找工作 那麽其實 因為政府牽線搭橋 至少能夠給青年人一個信心 可以令到青年人 覺得有關的工作 不需要擔心 隨時被炒有魚的 那當然事實 是否這樣呢 就不得而知了 所以本人一直 就促進特區政府 幫助青年人去找工作 背後的本質 其實是 因為特區政府 就持續地幫助一些中小企業 為他們提供免稅收 場地和優惠 所以希望大家能夠 度過這個疫情的寒冬 司長 請問 請問對於這些 這麽激勵的政策的措施 特區政府是否有一個 事後評估的機制 幫助中小企業成果的成效 是如何呢 又穩定了多少的就業呢 上述有關的問題 都請司長回應一下 多謝司長 請林倫偉議員 多謝主席 多謝司長的回應 早前 我都跟青年團體去過廣州的南沙和深圳的前海 那麽其實呢 那麽其實呢 當地有很多 澳門企業也好 內地的大企也好 他們都很歡迎 港澳青年來那裏實習 或者來那裏就業的 那麽但是呢 香港的青年又比較多些 澳門青年又比較少些 當然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就是因為人口基數 我們 我們人口少 所以我們去的人都少 這個第一個 會不會存在的問題就是宣傳不足呢 就是說我們的青年其實想去 但不知怎麽去 或者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什麽途徑是提供給他們 可以去那些城市裏面 那些大企業裏面去實習 那這個是第二個 最後就想問問司長 那個青年博覽會那裏呢 其實那個成效如何 那個博覽會是否停留在展覽上面 配對那裏的效果大不大呢 跟我們那個勞工局那個配對會裏面呢 那個發揮的效力會不會一樣呢 請政府回答 多謝主席 多謝五位議員的追問 施家倫議員提到的情況 我是很認同你的看法的 的確是要引導基金 來推動有關產業的發展 而且政府的行為 有時是需要有政府的行為 我們都研究過 包括有沒有基金方式去參與等等 的確是基金的管理 是一個要有一個適合的團隊 才可以做得到 那你的建議呢 我們會作為一個慎重的研究 這裏議員我是認同的 因為其實一些援助 如果我們真的可以做多些呢 其實我們都會無妨 因為事實上 如果能夠幫助中小企 其實不單幫助中小企 也是幫助我們的員工的就業 至於你說產業的問題 這一個我想我們再進一步研究 陳傑立議員我真的答不到你的問題 因為我手上沒有這個數據 但是關鍵呢 我亦都希望可以能夠的話 到如果是可以的話 我想四方的那個會議 其實都可以開開 究竟原因在哪裏 我很相信你說的是事實 但是我擔心我們現在討論 不是事實的全部 那大家一起談的時候 就可能會了解多少少 至於你剛才提到澳門轉化的 那個醫學創新研究院 2021年12月份 設立在澳門大學 由那個中南山院士大隊成立的 那麼據我所掌握的資料 大約有六個內地來澳的註冊的藥品 當中包括協助一家世界五百項藥業 的各個一款改良型的同名同方藥 在澳門就做了註冊 也都已經是成功獲得藥監局的批准 那麼詳細可能更新的資料 就社民範疇有的 但是我有資料我都回答你 另外就 謝世宏議員提到消費卡變演的問題 我相信我們沒有這個機制 消費卡就是希望幫居民一些支出 與此同時都能夠消費到市場上 你說作為一個截演或者變演 這個是不符合我們當初的設計的目的 但是很理解你所關心的問題 至於你說社區的情況 我和大局長基本上是兩個月 巡最黃的23條街 總共是會看1743間的店舖 那麼我們會看一部分是叫做民生區 一部分就是叫做旅遊區 也都看著究竟有幾多個店舖 是可能處於優業或者是結業的情況 我們是看著的 那麼這兩個月呢 就情況有稍為好轉 那麼我們除了這個數字之外呢 我們也都有一個數字 看著裁局的一些新登記的法人 甚至是商號 那麼我們一直看著那個情況 而綜合參考呢 是採取一些適當的措施來支援的 那麼有關中小企的那個評估機制呢 我想我也都會參照你的意見 如果有條件 我們也是有一個這樣的機制 至於林倫偉議員提到橫琴專區的就業的情況 只能夠說現時就那個數量不太多 那麼現時呢 合作區的就業情況呢 居民呢 在合作區總共是1306人左右 那麼但是青年方面呢 有很多種原因 包括可能在履歷的過程裡面 也都甚至一些技能方面 都是有對峙問題 那麼但是呢 關鍵呢就是如果是青年人 是從事生物區 尤其是金融業呢 我相信是可以由低造氣的 慢慢一步一步 如果是表現好呢 我相信無論是生物區 或者是澳門的企業 都是願意是晉升一些 有表現好的那個員工的 那麼大灣區的那個青年的問題呢 那麼我們也是會 鼓勵做多一點宣傳 我同意你的看法 可以做多一點宣傳 尤其是思想方面呢 希望呢 大家可以開放一點 甚至呢 先學了東西 我覺得灣區的那個產業的那個 多元和點調呢 都是比澳門是豐富一些的 那麼我相信這個 我們會做多一點工作 主席我想請勞工局呢 再補充一下 剛才我們有些議員所提問的問題 多謝主席 首先回應了 林維議員 關於青年博男 那個2002年的青年博男 在對折方面 總共透過那個網上平台 當天那些這樣的對折 總共有145人次是獲評的 跟著關於顏日寧議員 李靖兒議員 和林宇濤議員 陳奕立議員 謝西雲議員 和林維議員 關注呢 那個即出前的計劃呢 那麼我們是針對不同的群體 推出不同的支援服務的 那麼我們針對畢業生呢 不具備經驗呢 所以我推出這個實習計劃 希望掌握呢 掌握呢 即前的經驗 還以呢 提升去進入職場的一個 那個機會的 那麼當中 在2022年呢 21年呢 在醫療行業裡面呢 實習官員總共有34個的 那麼去年參加實習有6個 最後呢 有3個人 就獲企業聘用的 當中有一個呢 培訓那個 那個護士 現在已經進入了那個 正式的護士 熱身呢 達到3萬2千元的 那麼 那麼跟其他有些需要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 網上平台裡面呢 有五千個職位 有涉及一百五十二個職種 那麼 那麼今年首十個月呢 透過網上成功配對人做呢 是有七百三十二人的 勞工局也都持續優快 線上和線下的配對 那個平台 那麼 那麽在林爾濤原 根於 本地固人零售 和議員方面的 培訓呢 我們通過就業道向 那個培訓計畫呢 開展品牌 商品專具人員的培訓計畫呢 至1月至10月呢 還會開展六期的課程呢 有134人參與 另外一日會開辦 服務英語和職場英語考證課程的 協助學員呢 考取國際的認可英語水平 至今呢 已經有一百零六人呢 取得相關的水平 那麼我們 亦都配合未來的議員發展 旅遊局 和我們都會 連同不同的部門呢 會進行議員能力 和接待技巧的那個 那個訓練的 那麽關於 安逸恆 李鎮宇議員 和陳浩昇議員 林旅議員 關於心合區的那個提問呢 就是我們勞工局 石碟已經和心合區的 管理部門呢 是合作提供不同的資訊 包括定期舉行一些的就業講座 推出 來地的高薪的建築和實習的 包括我們有的金融的實習 接著有那個 還有電競實習、阿里巴巴等等的實習 我們將來都希望再找更多有些實習 讓屋門能夠成功在三屋區的就業或者實習 另一個關於高天志源有關 夜班工作人班工作津貼 實際現在的煉酒勞工法制定過程中 已經考慮到如果本身在工作過程中 已經知道要喜歡輪班或夜班工作 他就不會有輪班津貼 但如果本身是沒有的話是有任何工作的 另一個就是關於李靜議員 關於國在職帶新的培訓 我們在2015年和2018年 兩項計劃包括設施維護和遲施工作 總共有三百多人入職設施維護 還有七十人入職遲施 現在我們都在做相關的工作 怎樣培訓徒施 現在反應不太好 我們都跟工聯的儲回中心 研究怎樣吸引更多人入職廚師 或者在職的培訓課程 我們希望以後想更多在職的課程 讓本地居民參加 麻煩 主席 剛才林伊韜議員提到有關博企中層 本地僱員的比例 現在的情況應該去到九成 有關的比例 我們希望有機會當然這個比例進一步提高 對本地的向上流的機會會更加多 我們會留意有關的情況 主席我想請容局長回答一下 黃世民議員提到有關股息 顏易行議員所提到有關職業稅免稅額的問題 或者先講有關顏易行議員 關於職業稅的免稅額是怎樣來定的 有關14萬4的職業稅免稅額的定定 最主要是以總體就業人口 月工作收入的中位數作為參照 以2022年第三季為1萬4元 立稅人收入要高於1萬6元才需要立稅 參照工作收入中位數並以較優的金額定定免稅額 是因為工薪階層以佔總體的納稅人數的大多數 至於或者我想留下階段 我再回覆黃世民議員的提問 因為時間不夠 多謝主席 請梁安琦議員 多謝主席 司長、局長、各位官員 在施政方針中表示 要充分發揮旅遊博彩業作為主體產業 拉動經濟復甦的作用 持續推進旅遊家 跨界融合發展 雖然有幾位議員都已經說了旅遊家 我都有少許意見 想問問司長 未來有甚麼計劃 進一步增強 標誌性旅遊城市活動的 品牌經濟附加價值 針對大賽車、馬拉松、網球、職業賽 在這一輪這些大型的國際性體育城市 會否考慮推動業界 推出機票加酒店 和比賽門票的 套票的優惠 增強本澳旅遊元素之間的 聯動的發展力 另外 旅遊家大健康 是需要旅遊業界 大健康業界共同參與 目前本澳這兩個產業的發展 尚是屬於單打獨鬥的階段 未來有甚麼措施 可以加強業界交流合作 會否考慮牽頭業界 成立行償溝通的機制 項目合作配對的平台 第二個我想說說的就是 夜市經濟 現時世界各地都十分關注 如何打造夜市經濟 中央積極推動來需及消費 多地的官員都帶頭逛夜市 宣傳 領導帶頭支持夜市經濟 促進夜經濟的發展 復甦消費市場 而夜市作為台灣的觀光特色 夜市文化更是獨步全球 多樣化的夜市風格 不單止促進經濟發展 更是提升城市的活力 本國在2017年起 就重新包裝 航空夜市 舉辦至今 獲居民和遊客 去讚賞 對活化舊區 振興社區經濟 以及為青年人提供創業的機會等 都發揮了正面的影響 但是現時的 航空夜市 每年不定期開放 給公眾 而且只是星期六日 晚上六時到十時去舉辦 不少居民和遊客 都覺得是意猶未盡 施政方針中 當局提及要多認識 吸引旅客來澳 並延長這個留澳的時間 並持續推出各類 逆後優惠 過夜遊澳門的產品 加快經濟的復甦 夜間的經濟 是促進城市消費的新增點 也是實現澳門產業 適度多元化的一個方向 更能為澳門居民提供 創新創業的平台和機會 想問問思想 未來 隨著旅遊市場 逐漸復甦 以及旅客結構發生的改變 除了康公夜市 和一年一度的美食節 如何利用 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的美語 將澳門的特色美食 及傳統的工藝 盤活 夜間經濟 打造澳門獨有的夜市文化 為港大的市民和遊客 提供更多元的夜間生活體驗 從而吸引遊客 增加留澳的時間 推動本澳夜間經濟 和社區經濟的發展 會否研究 將民創 也融入夜市經濟 相互帶動發展 再想問多個問題 就是澳品會 在施政方針中 當局提及 多方委支持發展澳門品牌工業 和增加產品的附加值 支援澳門廠商用好澳品會的功能 多管道對其作品作出推廣 作為澳門品牌 推廣展銷中心的澳品會 今年3月開始事業 涵蓋了時尚的服裝 文創 大健康產品 普宇是國家商品等 這個事實上 是一個非常好的平台 除了扶持澳門工業發展 亦能更好地對外展示澳門品牌 但現時澳品會的宣傳力是不足的 知名度亦不高 不少市民都表示 並不知道 本澳有這個推廣澳門製造的平台 營業時 都很少有顧客進入 亦想問問當局 如何去制定有效的宣傳方法 增加各品牌及產品的知名度 多方面宣傳澳門製造 澳門品牌 澳門文創設計的優質商品 有否考慮與旅遊業接軌 借助旅遊業讓澳本澳品會 成為網絡社交平台 推佔的打卡點 有市民亦都提出 認為現時門店外觀 看上去就不太顯眼 當局會否協助澳品會 在空間規劃上加入不同的思考 傳達品牌的定位及精神 並加強門店外觀的視覺設計 有利於吸引商務的客群 入店參觀及消費 讓更多消費者認識澳門的優質產品 推廣澳門優質特色品牌 進一步促進澳門經濟的多元發展 我今天就問你三個問題 多謝 請鄭安庭議員 多謝主席 師長 經濟財政司在今年 其實真是過了一個不停煩的一年 今年在618疫情的相對靜止的時候 我們企業停工 居民停業 亦都是對於澳門的經濟 帶來負面影響 幸好特區政府尚下一心 仍然而上 在補就業 尋經濟顧民生先後 推出了兩百億的援助 令居民和中小微企 得到精準的支援 其實很多居民都覺得 大部份居民都覺得是廣泛讚賞的 現在澳門正處於一個歷史的階段 經濟色度多元化 深合區的建設 還有一個中心、一平台、一基地的發展定位 在這裏亦都對接國家的發展戰略 我們澳門亦都是迎來一個挑戰 其實今晚聽了很多議員說 我們很多關於一些四大產業的發展 那現在 之前我們澳門是以博彩業為主打 但是經過疫情之後 其實亦都是看到我們一些薄藥的地方 而特區政府推出了這個叫做 科技研發高端製造產業 中醫藥和文類商貿這四大產業 亦都定了一些比例 博彩業日後將會是40% 其他的四大產業將會佔60% 那在這裏想問一問 其實我們定了這個目標之後 我們現時對於這四大產業的佔比是多少呢 我們今年開始定 定的時候我們一年、兩年、三年、五年、十年後 我們要達到一些什麼目標 要達到什麼指標 還有在這個指標的過程中其實是一個動態的 我們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 我們投放多少資源下去 對我們在這四大產業裡面 我們如何投放資源 在新興產業的人才培養方面 我們如何投放資源 另外作為四大產業後面的一個規劃 我們可以提供 我們按年計 可以提供多少的就業職位 就業崗位 令到我們澳門居民 可以真真正正地參與到 這個四大產業的發展 其實講到這四大產業 很多我們特區政府現在講的四大產業 現時的情況我們很多議員講 失業、大樽培訓、人才培養 其實政府有沒有想過 我們現時是這四大產業會開一些職業培訓的機構 因為現時一些大樽培訓可能是幾十個小時 學的東西只是皮毛 而我們失業的人士是在二十年洗禮的過程中 如果沒有接受高等教育的 他可能進了娛樂場 接受高等教育的 可能在我們的博彩業做一些高管 甚至乎有些是進了我們的公職 其他那些就一面倒進了娛樂場 參與了這二十年來的博彩業的發展 其實他們是需要一些的職業培訓 政府是如何導向著這四大產業 做一個職業培訓的機構 令到我們這些學員 他們沒有技能 我們做一些正照的培訓 讓他們有一技之長一技旁薪 我們也可以借助灣區的一些力量 一些培訓機構幫我們這些學員 失業人士 代業人士 因為我現在很害怕 現在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配對了很多 但是當我們回復經濟的時候 我們的博彩業 回復好的時候 那些人可能會因爲一些剛性需求 會馬上倒流回博彩業裏面 他們都是沒有一技之長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希望我們現在代業失業的青年 這部份青年 因為我們看回二千年的時候 他們是二十歲 現在是四十歲 退休還未夠年齡 但是又沒有一技之長 那如果他投入這四大產業裏面 他又沒有證照 又沒有戶 又沒有專業認證 我們可不可以用一些時間 可以真正培養他職業的認證 等到他往後的日子 可以真正參與到我們 四大產業裏面 另外一方面講講我們發展海洋經濟 剛才我們有同時講到 發展海洋經濟 而政府一些回應 回應的就是我們現在 有一些 有兩隻船 在搞海上游 那這個問題其實 是關乎於跨斯的問題 現時呢 政府也有講到 游艇海倒入 那現時的情況是什麼呢 我們八二邪惑 九九M號法律 所有的那些法律 都是回歸前的 九九年做的 一些培訓的法律 海上安全的法律 海上安全的法律 船上的交通安全的法律 全部都是九九年的 當時沒有世界旅遊有限中心的定位 所以 現在我們在修法方面 現時 游艇 是不可以做營業的 那麼我們 澳門只有這麼小 剛才局長也有講到 我們要找更多的碼頭 去拍那些大些的船 但是我們 很多遊客是自由行 他們可能是 享受一些高端的服務 那可不可以有 遊艇的服務 其實我贊同 師長經常講的 我們要管好那個行業 而不是管死的行業 那麼我們現在有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的定位了 我們是否可以 修改一下法律 以時俱進 令到在遊艇業 這個產業入面 有更多的遊客來到 我們可不可以 除了去市區 也可以去海上玩一下呢 去海上玩一下 變成了一條產業鏈 就出來了 有水手 有雪原 所以在這方面 另外方面 一些高端人才 和一些高端人才引進 和A區商業街 和樓市減辣的情況 我都講一下 高端人才 其實要講回 現時有很多高校的 一些教授 他們是博士生導師 帶很多學生 他們由19年 來了澳門 拿著藍卡 做我們大學的教授 博士生導師 他們向我們反映 我們三四年 都未批過首次的 這個 臨時新聞證 但是也沒有覆 或幾時批 問題是出現了 三年四年的時間 他們家庭出現了 兩地分離一些的情況 可能在這個期間 也都是有小朋友 在澳門出生 一會時間再講 請龐川議員 多謝主席 師長 各位同事 各位官員 大家晚上好 首先我想對師長同理的團隊 在今年以來的辛苦工作 表示鼓勵和肯定 另外 師長同理團隊在特區這邊 兩邊是新客區 兩邊都很辛苦 這個臨者多勞 那個引重導員 到這個時間 很多問題 很多同事都問了七七八八 我都希望跟師長交流一下 我們在二十大報告當中提出 支持澳門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 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 新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只要準確的把握 新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才可以對證下約 找到正確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師長 對澳門經濟當中的 新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是怎樣理解的 本句話就是你認為澳門經濟發展當中的 新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到底欠什麼 另外四大新興產業當中 現代金融業 以所需的土地資源比較少 要比較好的產業基礎 預期的增加值 規模比較大 高端的就業機會多等等的優勢 在本澳經濟涉度多遠發展過程當中 被寄予好望 關於發展本澳的現代金融服務業 我想和師長閣下問三個問題 第一 本國很多金融相關的法律 由於制定時間很遠 已經難以適應現代金融業的發展 剛才也有同時問到這個問題 師長的團隊已經是修訂和制定 相關的金融法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例如已經獲得立法會四則性通過的信托法 一般性通過的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等等 請問師長 可不可以給個時間表 或者大概幾時 可以建立一個 涉任我們現代金融服務業發展的 相對完整的法律架構 第二 人才問題 本外的金融人才 特別是高端的金融人才的缺乏 發展金融業的嚴重制約 請問師長 如何可以做到一方面吸引非本地的高端的金融人才為我們服務 又能夠盡快培養更多的本地金融人才 為本我的年輕人創造更多更好的高端的就業機會 第三 現代金融服務業 除了法律制度 人才保障之外 網絡 軟件 安全等等的基礎設施 亦都是關鍵的一環 剛才我聽到陳主席回答了 關於金融數據中心的金融基礎設施 其他方面 譬如網絡的速度 我們軟件的可效性 系統的安全性等等 這方面 我們都有沒有一些準備工作呢 最後我原本想問這個問題 剛才陳安庭議員問到這個問題 我都想補兩句說話 的確確是澳門的高端教育 是非常發展 很多優秀的教授來到澳門幫助我們 但是他們現時 我知道有一些特殊的情況 他們的身份證明 身份證率到現在未拿到 舉例子我們有個教授 可能是Nature Science 發了Top Journal 發了幾篇文章 這些教授 我相信一定是澳門特別需要的 可不可以呢 我想請師長多多關心一下 我們大學的高端人才 讓他們安心為澳門多多服務 多謝 請羅采賢議員 多謝主席、司長、各位官員同事 大家晚上好 疫症以來 我們經財司在支援社會民生 以及推動經濟復甦做了大量的工作 社會都是有目共睹 但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外圍經濟不穩定 物價上漲 財政失業減少 失業率高企 對很多苦苦支撐的中小企市民來說 前景一點都不樂觀 首先我想提出我們怎樣善用我們的儲備 去支援失業人士和弱勢基層 師長本年度財政預算再一次取消了央職金主資 確實令到很多失業的人士、長者、弱勢的基層感到失望 反觀我們本年度的特區的一個抗疫的專項100億開支當中 生活補貼不足60億 剩下40億未使用的 可不可以考慮向一些65歲以上的長者 注資關外的援助金 如果以全澳8萬2千名65歲的長者計算 其實都是不超過6億 在防疫常態化之下可不可以考慮降低防疫的開支成本 將這些資源和力度集中去推動經濟復甦和幫扶民生 所以在這裏促請特區政府考慮關顧65歲以上長者的需要 將餘下的預算用在加大對中小微企的支援 用在對失業人士、現值低失入的人士的津貼 或者加大現場電子消費優惠 這些手段可以直接幫助他們 第二方面就是本地的餐飲中小微企 過往的虧損巨大 有甚麼策略去幫助他們呢? 政府早前推出一人兩萬元的臨時招聘津貼 但市場的反應未如理想 申請只有幾百宗 歸君究底就是在於市場很疲弱 中小企如果生存都成問題 他們今天沒有能力再請新人 失業率高企的狀況之下 就業職位持續減少 對於中壯年就業更加困難 所以政府應該及早去制定 大力去出台一些扶持措施 所以建議除了這個招聘津貼之外 政府都要考慮對於現職本地的一些僱員 給一些就業津貼 減輕業界的一個壓力 保住生存、保住現有的職位 第二就是透過加大資助 鼓勵民間多些搞美食節、美食巡禮等等的推廣活動 而且要恢復對參展商戶的援助 減輕他們的成本 第三就是推出親飲環保的資助計劃 鼓勵商戶要完善排污系統或者設備 從源頭去解決排污和減輕業界的壓力 等餐飲業、廚具業這些產業鏈都可以受惠 第四就是要推出減租比率抵稅 即是說業主減多少個租 就直接可以申請抵消多少租務稅 這樣才可以鼓勵到業主減租 又可以減輕租戶的壓力 第五就是建議政府要設立 由政府控股的一些融資擔保公司 為一些符合條件的中小微企 提供一些擔保貸款 令他們可以拿到一些迫切的資金去周轉 繼續去經營 而在扶持跨境電商方面 因為疫情持續地衝擊下 其實經營環境非常之惡劣 旅客減少都導致生意大不如前 不少的商家為了生存 都希望跨境電商可以幫他們渡過難關 現在跨境電商的發展 其實正正可以帶領本地的企業 將他們的品牌和產品賣出去 資金引進來 但由於現在是一個起步階段 有很多制約或者障礙 是很需要特區政府幫他們發展 那司長會否推出一些扶持跨境電商 降低成本的一些策略 提升他們的競爭力 同時配合現在澳門各類的宣傳活動 向國內市場推廣我們澳門的跨境電商平台 讓他們有些優惠政策 我們要大力扶持跨境電商行業 增加我們的品牌在內地的曝光機會 帶動銷售 令到我們本地的中小微企 可以找到新的出路 而第四方面就是現代金融和債券市場 回顧之前 中央政府和廣東省政府 都來澳門發行債券 深受投資者的歡迎和追捧 即是說明中央政府在澳門發債 其實是有效地提升 增強我們澳門的現代金融市場的規模和聲譽 所以近年我們的債券市場 由無到有 由現在的政策框架不斷地完善 除了信託法、金融法之外 我想問一下政府 一些滯後的金融法律法規 究竟收法的進度是怎樣呢 我們未來將會怎樣加大力度去培養 我們現代金融人才的儲備呢 我們怎樣吸引一些優質有實力的投資者 和公司來澳門進駐呢 尤其是對那些擁有 國際投資者、客戶群的 那些承銷機構、投資銀行 我們推出些什麼優惠策略 吸引他們 例如一些補貼、免稅的政策 吸引他們來開投資戶口 來開公司 形成一個投資的氛圍 增加整個債券市場、金融市場的生態的參與者 這樣才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真正可以盤活我們現代金融的市場 最後就是招商引資 在這方面其實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例如一站式的服務、事前的技術會議 但是和內地比一些招商推出一槍辦理、一入辦結 我想問一下政府會否考慮這些做法 對一些來澳門投資的企業 提供一些簡化、高效的服務 另一方面澳門在大灣區 除了和其他城市合作關係 同樣是競爭關係 香港近日以組合權 大力去招商引資、成立基金 吸引這些重點的企業進駐 用搶企業、搶人才的這個策略 那如果給香港 我們有沒有一些緊貼搶企業的一些步伐或者策略呢? 例如我們的貿易局、經科局 會不會參考內地或者其他香港地方 招商局這些職能主動出擊 對外去宣傳推廣 或者研究開放我們的投資移民 爭取更多海內外優質的企業來到澳門 但其實除了出台招商引資的策略之外 其實我們本地都有很多實力洪厚 優質的投資者和企業 他們都希望引入一些能源、科技、環保再生的行業等等 不過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澳門的土地成本很貴 但我們回顧過去20年 當時的政府都是透過一些土地批給 給一些優惠的策略去吸引一些優質的薄企進駐 才開創了我們這麽經濟輝煌的成績 所以師長都想問一下 你們會不會研究、善用一些限制土地 去推出一些優惠政策 吸引海內外優質的企業來到澳門進駐和發展 並且要支持他們和本地的企業合作 促進本地的投資 真正輔助我們本地的企業產業多元 這樣才可以增加更多的就業職位 令到我們的居民和企業有更多的出路 但最後最重要是要穩住澳門的基本盤 和扶持本地的企業生存 請黃顯輝議員 多謝主席、市長、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關於市長這方面的施政方針 我有兩三段想和施政分享下 在施政方針第八十九二提及到 就是關於有關區別的 這個飯豬三國區的消費者維權合作協議方面 今年就在二零二零二年 是下半年重新簽訂了 我想了解這方面的飯豬三國區 與消費維護合作協議和熱國澳大灣區消費維權合作備忘錄 相關聯的工作 因為關於備忘錄方面 是在二零一八年是簽訂了的 為期是三年 在這方面到底是針對大灣區裏面的消費者 跨境這方面的權益的保障 可以施政跟我們介紹下現在相關的工作 第二方面是關於深合區方面的 兩地的勞動權益方面的法律範疇的保障 在施政方針就有提及到 八十八月提及到 就是從兩方面進行今年的工作上的鋪排 其一就是關於開設兩地勞動範疇的法律資訊平台 就是澳門有關方面和深合區有關的當局 在這方面進行一些交流 其二就是探討兩地勞動權益保障支援措施 提及法律宣導的工作 在這方面也想聽澳門方面的當局 在這方面的工作上的鋪排 除此之外 關於深合區方面 在2021年年底 就是深合區的勞動人士爭裁仲裁委員會 掛了牌 在這方面處理涉及到深合區和澳門方面的人士勞動爭議 是透過仲裁的形式 在今年年初 亦都是有部分澳門的專業人士 亦都被委任成為這些勞動的仲裁員 參與仲裁有關的工作 在這方面來說 我想探討一下 關於深合區和澳門的規則上的銜接 我剛才提及到的就是關於勞動方面的仲裁 是否有可能把這個 深合區已經實施了的勞動仲裁的制度 銜接回到澳門呢 通常我們說深合區和澳門的制度上的銜接 是將澳門的制度和深合區融合 是深合區參照澳門的制度 但現在我提出問題剛剛相反 是澳門有沒有可能 是參考深合區實施的勞動仲裁的制度 引入到澳門呢 為何我提出這個問題呢 因為在澳門如果涉及到勞資方面的糾紛 基本上其一的如果涉及到勞動方面的輕微違反 有關當事人員如果是向勞工局特別是僱員 認為他的勞動權益是受損 會向勞工局投訴 會針對有關僱主的行為是否涉及到輕微違反 違反勞動關係法 勞工局就會進行有關的調查 在這方面來說大家要清楚 不是一個調解制度 亦都不是一個仲裁的制度 另外第種情況呢 亦都有可能 這個制度是用勞動訴訟程序 就是這個僱員認為 僱主侵犯了僱員的合法權益 有關的僱員是可以向澳門的勞動法庭 提議這方面的勞動訴訟程序 但是當局會否參考一下 現在深入區已經是實施的 勞動方面的仲裁制度 探討一下向澳門有沒有可能 設立這方面的勞動仲裁庭 當然現在澳門是有關的仲裁中心 但有關仲裁中心 他所審議的應該離不開 民事或商事方面的仲裁案件 當事人一定是要按照有關中心 所定定的規章 支付有關的訴訟 這個仲裁費或者仲裁員的薪酬 如果澳門能夠設立到 獨特的專門的勞動仲裁的制度 我覺得值得思考一下 在入面的情況之下 某種情況之下 依法能夠令到 豁免或者減低 相關的人員 特別雇員方面的仲裁費 或者支付相關仲裁員的酬金 或者當局提供一些資助 從而設立多眾途徑 令到勞動上的爭議透過仲裁得以解決 向當局 不知道在這方面有沒有這樣的思路 我覺得值得探討 就是環琴的制度 怎樣和澳門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 作出一個銜接 想聽聽司長在這方面 有沒有這樣的構思 或者我的說法是不成熟 是不值得去探討的 好多謝主席 請政府回答 多謝主席 多謝梁安琦議員 謝安婷議員 唐珠議員 羅索彥議員 和黃燕輝議員 有關 聖事之刀 甚至 就是有沒有優惠 或者門卷等等 就 我想 正月開場法 我都有說過 我們亦預算了6.5億 來推廣抗客員的工作 那 新近亦都有賽車 我們亦跟看法局合作 為一些自由行的朋友 安排一個門卷優惠 創意美食之刀 我們亦會在12月舉辦 一個五刀會碎 包括有澳門 維安、揚州、順德、成都 一個五刀 亦都跟有關6個博企 亦都做一個合作 亦都有一個戶外的美食活動 那 梁議員也提到有關澳品會 的確澳品會 都是澳門的製造和澳門的產品 那現時應該就在板像堂的1號 現在主要問題是門面應該比較小 但如果上去的話 其實它的確是打卡位的 我們亦都跟生產力和廠商會 亦都會加強合作 尤其是宣傳方面 我想除了澳品會之外 我想亦都應該鼓勵 MMN 或者是 MMM的認證 希望多些企業去參與正義 所以隱介的時候 我們也提到 希望有關復甦工作裏面 亦都幫助鍾少記 在這方面提升有關的 他們的管理 和他們的產品的 那個認證的工作 那麼 鄭安婷議員有關那個 職業培訓的情況 我只能夠跟 我分享個別的例子 我們亦都有一些博企的員工 是出來 最後亦都經過培訓 和對接 最後亦都入了醫療的 那個隊伍那裏 那裏 亦都有不少這些 這樣的例子的 他們亦都趁這個 這樣的週期 亦都有選擇 那個換跑道 的確呢 有時隔行與隔山 看到他們的決心 和他們面對的一種困難 亦都體會得到 但無論如何都好 我想周期的情況 出現的情況之下 換跑道 亦都是一個選擇來的 那 你指個海洋經濟8299M號法律 我想這個 我未去詳細去看 那關鍵的情況 就是正如剛才民局長都說 我們亦都是創造一些條件 就是利用我們的海上的條件 現時亦都有一些 提供旅遊的船隻 亦都提供旅客的服務 等等或者民局長都可以再介紹一下 那龐沈議員提到 有一個經濟深層次問題 我相信這個很明顯就是 第一個我們遇到這個世紀疫情 第二個情況就是我們產業單一 我們單一不只是產業 客源都是單一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需要 正如今天說 在那個穩健推進的過程裏面 我們都推那個發展 所以有1加4 希望未來作一個破局的定位 那人才培養方面 的確在那個人才的培育過程裏面 除了是人才的 現時的制度之外 在立法會討論之外 我相信亦都是需要對金融業的相關的培訓 正如金管局如果在今年培訓的額 包括部分也涉及一些專業講座 都接近4000個有關的培訓 我想希望持續去培訓這方面的專業人士 或者進入職場的人士 亦都是希望他們將來有所發展有所作為 當然網絡剛才陳主席已經說了 我在這裡不重複 因為這裡 或者說一句很簡單 來自我們現時的中央托管系統 當時如果我們 我們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找中寨燈內地的中寨燈 幫我們去合作一起做 另一個就是我們選擇用境外的方式 去開發中央托管系統 當時只是一個顧問費要兩億 顧問費研究之後 可能要接近10億的系統投資 最後中寨燈是幫我們做這方面的工作 以及做我們的一個支援 在這方面我們基本上 中寨燈用8個月時間幫我們整個系統建立了 在這方面亦都 體現這方面背負國家和國家對我們的支持 這方面的確我們在這方面 是沒有相關的專業人士 甚至我們的需求我們都提出 因為我們沒有這方面的業態和經驗 諾彩宴議員提到有關央職金的情況 我想這裡答過很多次 關鍵的問題就是復甦 復甦工作順利的情況之下 我想這個成果的分享 大家才能夠一起得到這個機制 但是我想跟大家說 長者大家都很關心 歷屆政府都是感激我們的長者 我可以給大家一個數字 勁勞金呢 今年我們有12億 有12億2億的預算 養老金是做了55.6億的 一些殘疾人士、弱勢家庭等等 加起來都超過10億以上 其實我們是有一個很好的安全保障網 於是對長者來說 我們一直是用感激的心去對我們的長者 對他們退休之後的生活作出支持的 所以這個是一貫 楊之金我們希望盡快 我們的復甦工作順利的情況之下 我想不只是長者 所有22歲以上的永久居民 主要是他符合條件的情況之下 他都可以有這個分享的權利 另外龐千議員也涉及到一個收法的問題 我在這裏想跟大家說 收法的工作我們一直在做 譬如現在信託法通過 現時我們的基金法 我們有關金融法律制度 路逐逐我們都安排有關的修改和調整 證券法也是 現時在安排有關的草擬工作 這些基本法律上層建築 一定要定好它 當然剛才陳主席都說 金管局本身它都可以為行業制定一些規範性的指引 這方面組成一個上維法、下維法和有相關行業的一些指引 組成我們將來的制度 的確也需要一些時間 但是我們爭取盡快 因為建立一個完整的制度 這是確保交易安全的前提 因為這個也是投資者 它亦都要考慮在澳門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 亦都涉及到有關一些所謂希望 現時以南級身份提供服務的 包括教育的朋友 希望在澳門取得有關居留的問題 這一個大家知道 現時我們都審議人才計劃 未來的人才我想應該是要配搭著我們四個產業 現時的制度基本上它某程度也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 因為當時的情況和現在的環境不一樣 現在我們應該發展四大產業 我相信符合條件和符合資格的情況之下 特區政府都是受歡迎的 至於我手上的情況 我們接任時是超過1600個個案 在我手頭上 從2020年到現在 我們已經處理過1745個個案 我盡量去處理 只是今年我都處理了665個個案 的確有些個案是有些棘手的 但是我們都盡量去處理 法理情我們兼顧 其他的情況 或者我想請民意華局長 回應一下有關的議員的問題 扶持電箱的情況或者請大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議員 謝謝司長 主席各位議員 回應或者補充關於梁安琪議員 剛才問到的一些問題 在一些大型的活動 尤其是一些盛事 或者一些體育活動 我們其實都會圍繞著它 去到做或者說加大我們的優惠 因為這些優惠在平台 就是在我們內地的平台發放的時候 我們都會跟他們傾談 是預留一些 譬如我們有一些大型活動的時候 無論是體育也好 或者其他類型的活動 在那個期間是會加大去到發放的 因為平時可能是有一部分的一些發放 但是每一次有大型的活動 因為會吸引多些人來 我們希望有多些的誘因 所以這個基本上是一種 就是貫徹在我們所有的活動的策略裏面 不單單是體育 其實所有的城市都會是這樣的做法 剛才提到的 體育方面的一些項目 其實除了我們說 之前提過的一些體育旅遊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旅遊的激勵計劃 包括了有關於體育旅遊方面的 即是說一些的團隊 如果他們來參加一些體育項目的話 他們可以申請一些澳門遊 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體驗 現在我們的體驗的項目也是確闊了 譬如可以去學整普特 或者去體驗一些不同的文化的類別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希望 能夠以城市、以活動或者以體育 去帶動不同的一些周邊的發展 既然講開體育 剛才都回應了 林宇濤議員 問到關於未來的市場化 我想這個隨著 其實明年都會有一個契機 因為博彩的新的經營權 亦都有這方面的要求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契機 我們都會希望未來的活動 不單單是體育 都可以朝著市場化去發展 因為如果單單永遠都是政府去投入的話 這個都不是一個很健康的一個發展的路向 再補充馬志成議員之前的頻道 會否成立一個體育城市博物館 我想這個真的 可能我們跟體育局去探討一下 這方面的一個情況先 再回應就是梁安琦議員提到的 關於這個大健康的產業 其實大健康我們都是按部就班 慢慢去做 因為其實在未來來說 當然除了橫琴的中醫藥產業員 我們來到的醫療中合體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契機 但是現在呢 我相信是需要慢慢去到 隨著這些產品去到投入市場的時候 我們就是去到配套 也都是利用我們的好的酒店資源 或者其他的資源去做好 其他方面大健康的一個比較穩健的發展 我們都是朝著這個路向 至於你提到關於一些溝通機制 其實在無論發展任何 或者有一些求資者 是願意去到發展一些不同的旅遊項目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都會是協助他們 跟不同的政府部門去到溝通的 因為的而且確每一個項目 都牽涉很多不同的部門的 至於行上的機制裏面 其實我覺得我們旅遊方面 有一個旅遊發展委員會 其實都有很多委員 都是來自業界和政府部門 其實都是一個挺好的溝通的渠道 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它 關於梁安琦議員 剛才提到一個夜間經濟 的而且確我們的旅遊發展總體規劃裏面 都是建議我們去到善用我們夜間的旅遊資源 因為現在很多的大型盛事 都可以延長別人的逗留時間 尤其是如果在晚上 一定要他們晚上參與的話 即是說他們那晚不能離開 希望他們就留多些時間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發展的路向 還有我們夜間的活動 例如好像剛剛線 如果大家留意我們的幻彩遙浩江 我們這次也是利用這個項目 去到發展很多的周邊的其他活動 未來我們的做法 我們的終止 都會是以一些盛事 或者一些夜晚黑的活動 去帶動多一些周邊的活動 譬如好像我們以往來講 做煙花的夜晚 我們都會有一些類似夜市的配套 等大家看煙花的時間 亦都可以有一些中小企的小食 可以吃下 或者其他的表現可以看下 我想這個都會是貫徹在我們其他的活動裏面的 回應鄭安婷議員剛剛講到的海洋經濟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 除了海上游這個項目之外 我們都一直配合遊艇自由行這個推進 當然牽頭部門是海事部門 但是我們都是參與其中 亦都會繼續去推動這件事 因爲我們相信 除了一般的海上游之外 遊艇的確比高端客來說 亦都是另外一個可以 所謂的一個招來的項目 在推動這個海上游方面 我們亦都是參與了海事及水務局主導的 一個澳門海洋功能的區域的一個規劃 以及這個海域的一個規劃研究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都是盡量提回一些 一些旅遊相關的一些資料 或者一些意見給他們 順帶都回應一下 林倫偉議員講到關於這個分離旅遊 好 其實我們是一直在做的 還有其實今年我們的 第十屆的旅遊產業博覽會裏面 亦都增加了一個叫做 澳門目的地婚禮的一個展館 在一個展裏面 最主要是 因爲其實婚禮的產業鏈 是非常之大 除了你提到的一個分拍之外 婚紗 例如化妝 頭飾 或者其他的一些飾物 都是一個產業鏈裏面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希望 在未來來講是繼續去到發展 還有我們去年 已經是開始了 去到在內地市場 去到推動一些 以分攝 即是分拍 作為一個推介的 一個我們叫做 推介浪漫景點的一個方法 其實現在下來 我們都是一直在做的 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 挺好的增長點 因爲今次在旅遊產業博覽會裏面 的確是有一個挺好的回饋 再者其實我們亦都有一個激勵計劃 鼓勵一些過來澳門去到搞婚宴 或者是跟婚禮旅遊相關的一些項目 如果他們是超過了25個非澳門居民的話 都其實已經可以得到我們一系列的優惠 那我就順帶也都回應一下 因爲之前可能都有一些項目是未回應的 包括了陳豪昇議員 關於這個提振 這個社區活力 其實同意的一些歷史文化的景點 其實是可以用來去到活化 但當然就是要有一些適當的一些跟進 因爲文化的部門也都會有一系列的要求 我相信是 其實在我們的酒店場所業務法裏面 亦都是容許在一些文化景點 如果是得到文化部門去到接納的話 亦都可以作為一個 譬如可以做酒店的 但這些是一定是 首先是保育最重要先 那另外一方面 我想應該答完陳豪昇議員 關於調整這些不動產類別的 民物的一些商業使用的模式 我想剛才都答了你 關於其實在某些法例裏面是容許的 但當然要有適當的一個文化方面 文化局方面的一個 就是他認為可以我們才可以做到 那再回答關於何仁甥議員 關於澳門的特色街道融入科技的 其實一直都在做著 我想在未來來說 我們都很希望能夠 不好意思 以科技去到 科技的手法 因為有時真的不能夠 那麼多現場的事 譬如像一些景點的介紹 沒有可能說十種語言都做完 我們都希望在未來來說 可以逐步逐步引入以科技 令到一些街區或者我們的旅遊體驗 可以說更加完善 有少少的時間 我看看可不可以回覆 沒錯 何仁甥議員都問過關於維里文化 補充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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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社區旅遊經濟拓展的項目裏面 也都資助了我們澳門的社團 關於一些維里的解密導覽 這些其實也都希望能夠令到多些的人 看到我們的維里文化 不只是看到我們的大景點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一系列功夫的其中一部分 我都嘗試回答一下崔世平議員 關於剛才你問到的一個1加4 其實在1加4方面的產業結構 我們旅遊是作為一個帶動者或者一個推手 我們希望在未來協助四大產業 尤其是在精準營銷方面 幫他們找到適合的客群 他們有產品我們幫他們去做推廣 也都希望做好我們的工作 帶動到這個經濟發展 多謝